好,弟兄姐妹,感谢主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使徒行传》 我们要读十一章,十一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 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 站起来借着圣灵致命天下将有大计划 这世到格老丘年间果然有了 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攻击住在犹太的弟兄 他们就这样行把捐向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中长老那里去 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保罗就从大树被邀请到安提阿在那边一起服侍 那因为前面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 一开始就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来 所以当时的教会前面的几张圣经 基本上都是在说使徒的工作 现在我们看见先知必须要在使徒的工作之后继续的来做他的工作 所以你看见使徒是开拓教会的 但是建立教会就必须要有使徒、教师、牧师跟传福音的 那教会才可以继续的被建立在非常稳定的里面 那这个建立教会其实就是成全圣徒各进其主 即使帮助每一个人、装备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 每一个人都能够发挥他的功能 这就是五重执事非常要紧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留心先知的信息 那这个旧意里面有一节圣经 他说信耶华你的神就必立文 信他的先知就必恒同 那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高举哪一个人 弟兄姐妹,使徒很重要 先知也很重要,传福音很重要 接着牧师跟教师也同样是非常重要 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接受先知的服事 那我们特别邀请了 从加拿大,张大叶牧师来到我们中间 他服事的蛮多的人 大概有二十几个人 他一次只能够这么多 如果这一次也没有被服事到,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有机会 那弟兄姐妹,所有服事的人 就在教会面有服事的人 我们一定优先让他们得到先知的服事 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我们愿意侍奉神 那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走在先知所祝福的道路上面去 那弟兄姐妹,请你如果接受了一些服事 请你别轻忽啊 你一定要留心他对你所说的话 有一些不明白的就放在祷告的当中 当然你也可以请求帮助 比如说你可以去找我们的超自然的侍奉的团队 你可以跟他们分享 那弟兄姐妹,也许你说牧师我都没有 其实那一天早上 他在主日崇拜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在服事我们所有的人 他跟我们说的话 弟兄姐妹,不要把他当作一篇道 他讲的就是先知的话 弟兄姐妹,其实不是只有他 每一个主日早上,讲台的信仅就是先知的话 这是保罗说的 保罗说的当中主日的讲台是什么 就是做先知讲道 做先知讲道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先知所讲的话 只有限定在哪里 限定在说你的身体会好起来 你会得到医治 或者说你过来未来的两个月 会发生什么什么事情 弟兄姐妹不是的 先知原来的意思是如全涌出的意思 那弟兄姐妹在旧义里面 有很多的先知 他所讲的话完全跟预言没有关系的 而且先知所讲的是 你看先知数里面 大部分大概只有 就是先知数里面 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 是属于未来的事情 大部分都是什么 都是在传讲上帝的心意 所以弟兄姐妹,主日崇拜 就是先知 接受先知服侍的事件 所以你一定要来 你要知道 你失去一次主日崇拜 就失去了很大的 很大的 所以弟兄姐妹,求主恩待我们 请你记得这件事情 我们要领受先知 那一天他讲了 像枯骨发育员 弟兄姐妹,枯骨就是讲到 你的生活的环境里面 有一些是不可逆转的 也就是像 骨头已经变成骨头了 而且已经极其枯干 那就是死到透了 对不对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神是此人复活的神 是叫死无变为有的神 所以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像那些困境来宣告 你要复活 你要活起来 你要活起来 一个婚姻 已经到一个没有办法的地步 弟兄姐妹,寻求帮助 然后向你的婚姻 说正面的话 上帝啊,你要祝福我的婚姻 祝福我的先生 祝福我的妻子 祝福我的儿女 弟兄姐妹,你的工作也是一样 好像到了一个地步 好像看起来没有其色 那弟兄姐妹 那就是一个枯骨的状况 那你要做什么呢? 向枯骨发预言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听见雅各书就讲说 你们不要单单听到 也要怎么样 要醒到 如果你们只有单单听到 就像一个人观看镜子 看你又走了以后 就忘记了那个影像 所以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回应先知所说的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见 当时门徒听见的 先知 这个亚加布所说的 耶路撒冷 会遭遇大饥 他们就做了一件事 就开始预备奉献 就到了哥老丢年间 果然发生的这个事情 他们就已经预备好 他们就把这些奉献 就托给巴拉巴跟扫罗 就送到这个 这是一个分堂 回馈母堂的时刻 就是弟兄姐妹 这做没多么美好 这叫做什么呢? 叫做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先知 常常站在中间 对我们说话 每一个主日早上 先知对我们说话 那弟兄姐妹 感谢神 感谢神 当话里被解开的时候 你要当做 那就是先知对你所说的话 你一定要接受每一个礼拜 来领受先知对你所讲的话 弟兄姐妹一直活在先知里面 我再说 信耶华你的神 你就必立文 信祂的先知 你就必狠同 所以弟兄姐妹 主日从拜 不一定在听见什么 你要来领受先知的恩高 使你可以在你的事业上 在你的职场上 你也可以成为一个 带着先知的恩高的人 来从事你所做的每一件事 在你的家里 在你的每一个层面里面 弟兄姐妹 先知的话 常一定在你生命里面 是非常要紧的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感谢主 求主恩待我们 祝福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活在先知的 这信息跟恩高的一面 上帝与您同在 Amen